嗨 我们张雪 博贝CEO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四款产品 第一款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产品 就是我们新款的450 RUNNY 然后还有我们的MIX450和MIX250 然后还有我们的EVMAX 最后还有一款就是我们的800X RUNNY 我们的MIX系列分为三个产品 一个是领导版 一个是场地版 一个是滑胎版 第一个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450 RUNNY 那我们大家都有刚才有看到我们去年参加大家的比赛 我们非常幸运 第一次参加大家的比赛 三台赛车同时完善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赢得胜利 我们必须让我们赛车更优秀 这一次我们对我们的45年进行了全新的升级 动力 重量 操控 全面的提升 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引擎 它的马力达到了65平 它的重量只有27.4公斤 是头级别最长的 同时我们还给这个引擎首创了一个全新的钢头 我们把进气摇背和排气摇背把它集成在一根轴上面 这样我们可以获得更小的体积 但是又能实现我们想要的系统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进气道几乎是笔直的 这样可以让我们吸入更多的混合器 这是我们的尼合器 我们的尼合器的重量只有2.366千克 比同级减轻了10% 我们的厚度只有72毫米 比同级减轻了10% 这里我要向大家解释一下 我说的同级一定是该领域做的最好的那一个 然后我比它还要低10% 我们也使用了一个全新的磁电机钻子设计 全球所有的磁电机都是把超面磷克器分开的 但是我们把磁电机和超面磷克器整合到一起 这样让我们的重量降低了14% 厚度减少了6% 同时我们的发动机还使用了非常多的轻量化的材料 我们的车架仅有10.3公斤 同时我们为新的赛车配置了液压磷克器 这可以让它在冷热状态下 行程变化更小 它还具备了快速伸挡和弹射起步功能 我们前景正使用了49毫米 行程350毫米 后悬挂高低速阻尼可调 行程达到了300毫米 我们油箱的容量达到了34升 但是大家注意看 虽然油箱有34升 但是它仍然比老款的重心更集中 我们可以往下看一眼 比之前的重量更紧重更低 尽管我们的油箱容量很大 但是我们把我们的车身仍然做得非常的细 让我们的车手在上面可以灵活地活动 我们为它配置了两个油泵 车手可以主动选择 也可以让电脑自动选切换 我们还做了非常多的轻量化设计 比如说我们的尾端 从原来的五个零件减少成三个零件 这里就一个零件我减少了81% 比如我们的缓松体 由原来的三个零件加上非常多的螺丝 但是我们现在只需要两个零件 再六个螺丝就把它完成 然后我们的重量是降低了11% 我们还有非常多的轻量化的 每合金的键 太合金的键 3C的键 我们同时给车手准备了三个限速模式 上一届我们在达巴尔的时候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五年的夺冠目标 我知道这很难 但是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而且我相信我一定都完成 同时我们为也有打款梦想的人 准备了50台限量版 现在我们进入下一个产品的讲解 就是我们的MAX450 我们使用了和RUNNY同样的引擎平台 但是因为我减少了一个档和更小的磁电机 我的重量只有26.5公斤 它仍然是这个级别最轻的引擎 它同样拥有非常非常顺畅的进气道 我们的车架只有8.9公斤 我们的前节的行程达到了305毫米 后节的行程是315毫米 我们一共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标准版 另外一个是PRO版 PRO版它有SNC的粘版 SNC的轮骨 泰格金的踏轴 泰格金的排气 它的重量比标准版轻2.5公斤 大家注意我们的标准版是100公斤 这是全球最轻的CLOS 两个版本的售价 上面说大家介绍的一款是我们的Emax Emax使用了三电一体的设计 形成了一个总成 它这个总成又作为车架的一部分 那车架的重量只有8.5公斤 我们使用了半固态的铁电池 最大放电性能比三原铁电池 提高了300% 体积减少了30% 重量减少了29% 一共6.5度电 我们的电气直径只有175毫米 重量只有8.8公斤 整车重量只有112公斤 充电时间有30分钟和200分钟和选 续航能力是场地比赛45分钟 任意比赛6个小时 112公斤是截止目前这个级别里面最轻的 它将会明年上市 接下来向大家介绍我们的800水里 它就是一台为了竞技诞生的车 它的目标只有一个更严 它的重量轻到了泥土 有多泥土我们看一下 它比同级 我仍然重复一次 我说的竞技仍然是这个领域最优秀的对手 我比它轻30公斤 我们介绍一下它的悬挂 它的悬挂规格非常的高 前检阵使用的49毫米 双枪行程达到270毫米 后检阵是多年感高低速阻力可调的检阵 我们把油箱放到了中间的座垫下来的位置 这样可以让它的重心更低 让它的操控更灵活 我介绍一下三个版本的区别 主要是我们的Raini版在标准版的基础上 增加了SNC的轮骨 SNC的脸板 泰克金的踏脚 还有我们的一个升级包 我们的升级包包含泰克金的排气 和赛用的ECU 这样可以让我们的重量减轻5公斤 满力提升5匹 下面向大家推爆我们的售价 它将会在明年的1月份到来 下面我对产品的介绍讲完了 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同事介绍 我们今年赛事的成果 和明年赛事的计划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